这个男人被一刀砍断了手臂 刺骨的疼痛让他不停地大叫 但奇怪的是伤口处冒出的却是飞烟 只有少量血液被人收集到了碗中 男人大骂这些白衣人就是恶魔 但首领根本不在乎 因为他要当场证明男人才是来自地狱的魔骨 随后他把碗中的血液倒在地上 稳榻的鲜血如同岩浆般瞬间烧穿了大地 顷刻间打开了通向地狱的深渊 首领这时念出一段玄奥的咒语 深渊里突然爬出了无数只恶鬼处 紧接着一股邪恶气息瞬间冲进了男人的身体 片刻之后男人不但断臂重生 还拥有了比之前更加强大的力量 首领直到这时才说出了真相 太长寺在500年前执行了一项残酷的诸沙僧计划 大长老将眼鬼之血封印进了两个少年体内 他们将作为清除世间邪恶的诸沙僧存在 但在这之前 他们必须拿起放在托盘中的金刚处 可被眼鬼之血侵蚀的他们 为本能的畏惧来自金刚处的力量 甚至会被上面的金刚之力将双手烧着的血肉摸 但大长老根本不在乎 如果拿不起金刚处他们就得死 叫斑的少年不忍心让同伴遭受惩罚 打算第一个尝试掌控金刚处的力量 滚烫如岩浆的审判之力 让斑不得不用双手才能握紧 在刺骨的疼痛过后 斑竟然得到了金刚处的亲敌 这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但斑并没有感觉到丝毫欣喜 因为他们的命运根本不在自己手中 只有握紧地上的金刚处 他们才有机会驳过今天 或许是对人类的仇恨 龚探手中的金刚处充满了邪恶气息 在周围高僧的宋经声下 龚探亦把握住手中的金刚处 滚烫的金刚之力如同恶龙般缠绕在残破的剑身 然后被他瞬间消弥得无影无踪 这一幕让大长老一场的振奋 名叫斑和龚探的少年 将成为他们手中的正义之剑 去清除世间的一切邪恶 之后他们将进行更加残酷的训练 直到泪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为止 这是斑和圣女元晴的第一次见面 只是一眼仿佛就是万年 从那天过后 元晴每天晚上都会偷偷给两个少年送食物 他们白天训练起来也更加的拼命 斑甚至凭借一己之力 就能轻易战胜训练他的众多武僧 但还是被大长老发现 他们在和元晴私下来往 斑和龚探遭到了残酷的鞭血 元晴在得知他们的遭遇后想要去救人 但婆婆告诉他只有修炼成了封印法术 才能彻底改写两个少年的命名 但真的是这样吗